娱乐频道综合报道,艺人王仁甫与季晴在一起至今已超过十个年头,并遇有一对儿女,一家四口感情融洽,除了家庭美满王仁甫在事业上表现也不逊色,昨日他则在脸书上PO出汉假训班巴士的合照,豪气表示人生下一张正照,盖开游览车。 据苹果日报报道,王仁甫除了在主持节目上的表现不俗,还和老婆一同经营民宿Play Hotel,昨日他在脸书PO出照片,即将多了新技能开心的说为了我的下台车而努力,人生多一张正照。 照片中王仁甫帅气的坐在巴士驾驶座上,透露想考就是因为常规划行程和家人出国游玩,参与旅游的家族人数也越来越多。 如果考上大课车执照可以在国外租大一点的车子,同时也可以租大型露营车,对于人生目标他也不满足于此。 加码透露已经报名了驾船课程,虽还没开始上课,不过已经订定目标,想把海陆空的驾照全拿到手。 王仁甫为了能在国外旅游租大型车,前往驾训班考取大课车驾照,翻设字脸书。 王仁甫到驾训班练习开巴士,翻设字脸书。 王仁甫除了想考取大课车驾照,还想考驾船之照,翻设字脸书。